大家好,我是大萌 看啊 今天买了只大约4斤重的一个白条鸭 咱做个鸭子吃 做个啤酒鸭 咱先给它剁成小块 给鸭屁股割下去 这个不能吃 下锅焯水 来点葱姜 再来点料酒 去腥三叶汤 安排上 准备佐料 来点姜块 葱蒜 还有大蒜 花椒大料香叶桂皮白纸 这配菜青红椒各一个 切成棍刀块 还有干辣椒 这焯出来的浮沫 咱给它打出去 焯个两三分钟 咱就给它盛出来 再给它洗一洗 这个上边的浮沫 锅里倒油 割入鸭肉 然后给它不停的煸炒 想要这个鸭肉好吃 必须把鸭肉里边的油给炒出来 你们看这鸭油炒出来不少 炒到表面金黄就行了 现在把鸭肉盛出来 现在把鸭肉盛出来 换成菜籽油 然后来几块冰糖 炒个糖显 炒到颜色枣红色 起了大气泡 下锁料 炒香 再放鸭肉 先炒一会儿 然后来两块啤酒 还要给它加点水 弄过来有点鸭肉 再来点生抽 蚝油 再来点生抽 蚝油 这炖多长时间的烂火 主要看鸭子的老嫩 你这个鸭子就要为老点 我觉得最少在50分钟 炖了有20来分钟了 咱把这些 看着锁料 咱给它捞出去 现在这个火烘了是没问题了 还有再把汤熟一下 汤熟的差不多了 下青红椒 然后咱给它 约为翻炒一下 青红椒断酸 就可以盛出来了 来 整点 来吧兄弟们 忙忙活活活又一天 喝点 哎呀 喝点节节发呀 来这个 好像是鸭腿肉 让我来 提提你们喊喊味 不错啊 你看那个鸭子的腥味都没有 而且非常鲜美 这次做鸭子 还是挺不赖的 其实我平时我很少买鸭子 主要是我们这俩 没有买鸭子的 吃鸭子也少 来 喝了 来 吃鸭子 而且这次可不咸哈 你们老师说放盐多 并不多 如果肉大汤多 那肯定要多放盐 你像这 最后要把汤收干 收到这个肉里 你要放盐多的话 那没法吃了 那会厚咸的 来个鸭吃吧 我看一看 嗯 来 接着整鸭子 哎呀 只要是肉 咱就爱吃 只要是虾酒盐 那就没问题呀 嗯 嗯 这左脸的香味 哎呦 完全的 完全的吸收到这个肉里了 太香了 鹅的小腿 鸭的小腿 我撑鹅了 鸭鹅不飞了 鸭鸭 去向 向天歌 灰毛福利水 红爪不清波 来 哎呀好 啊 从上到下 都是火辣辣 来吧 再喝整点哈 我慢慢吃喝喝 今天视频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 看 把它 我